苏澳镇是一个依山傍海 有着不同文化、历史以及许多在地特色的小镇 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录 在苏澳镇公所的努力催生下 苏澳人地方自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许多地方士生及其劳一同为这历史性的一刻做见证 创刊号封面人物、自闭症画家吴启良也到场共襄盛举 苏澳镇长李明哲表示 苏澳人地方自主要是希望能够为苏澳小镇留下一些相关的记录 透过地方自的记录 未来让更多民众了解苏澳镇的历史及文化的轨迹 当初是要来几个刊路的时候 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讨论 找了我们很多的地方的人士 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想要大家决定 就是要用台湾最美麗的风景就是人 所以我们这个创务 叫所有人地方住 主要都是在我们所里面 每天在这些生活过去 现在这些人的故事 我想这个故事 可以当我们所最精彩的串领起来 那我们就是一直要让大家感觉到我们所每一天发生的事 你旁边的人 他的警察的故事 也让大家可以靠近来设置我们所 封面人物自闭症画家吴启良的母亲 今天主角吴启良很开心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很感谢苏尔镇把这个这么重要的机会给启良 那启良的身份蛮特殊 因为他是典型的自闭症患者 然后这么多年来在邱宪章老师的带领之下 然后在我们的艺术界也占了一点小小的成就 这个刊物听说是给苏尔镇的国中 跟我们的苏海市高中的学生 也可能是这样的选角 然后用启良去当参康人物 希望给学生带来一些激励的作用 以上新闻由政森记者张凯婷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